诗也可以用唱动 由15组台湾独立音乐人 把1920年代到2020年的 经典现代诗改编成为歌曲 在这个音乐即时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诗人跟音乐人 激荡出的火花 其中一集是神棍乐团 诠释诗人红红的作品 摇关曲风呈现现代诗的观点 引音乐读诗 也读出了跨世代的对话框架 摇关曲风充满能量 呈现大声几呼的爽快态度 音乐即时节目滚动的诗 由15组台湾独立音乐人 以诗入歌为主题进行创作 将台湾1920年代到2020年中的 15首经典现代诗改编成为歌曲 神棍乐团以诗人红红的作品进行创作 红红不仅活跃于诗坛 也是剧场电影文学的跨界创作者 我原本感觉这是一个小品 但是被他们一唱就变成一首非常有能量 非常尖锐非常强烈的歌 我觉得很棒 神棍乐团过去以西洋摇滚 融合南北馆客家等元素 创造独特的音乐曲风 上一张专辑才刚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 这次要诠释诗人内心的观点 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就是尝试藉由我们两者的合作 把这两个世界不同的时间轴的速度 就是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15期的影像即时节目 呈现当代文化 用音乐影像带领观众读师 记者 肖银 校学生 张云杰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